我喜欢上一个比我大27岁的女人 她风韵犹存让我迷恋 这样的关系在别人眼里很龌龊吧 但事情就这样朝着我不能控制的方向发展下去 我是公司一个小员工 刚毕业23岁 第一次见到徐珠是在领导的生日宴会上 他穿着一身长脊脚踝的碎花裙 保养得很好看不出50岁的年纪 要说30多都有人性 大家都给领导敬酒我也不例外 徐珠看着我眼神里带欣赏 哎呦小张酒量不错的哦 年轻真好呀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孝敬晚酒老是低头吃菜 然后我就感觉有人用脚踝蹭我的小腿 我当时浑身一僵心脏悬在嗓子眼 因为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没别人只有徐珠 我不知所措地看了她一眼 她却淡定地摸了下脖子 甩给我一个似笑非笑的眼神 我当时脑子里闪过三个字太浪了 后来领导说太晚了让我送徐珠先回家休息 我职位最低自然是我送 晚上9点多我俩并排坐在出租车后座 她身上的香水味一直营绕在我鼻尖 我紧张地看着窗外不敢看徐珠 徐珠在我耳边说小张你是刚来公司的吧 之前没见过你 我点点头徐珠又说好好干我看好你 我心跳加速有点惶恐又有点激动 可我脸上并没表现太多的表情 等下了车徐珠跟我说谢谢 转身就要走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看着她优雅的背影 风一吹我又闻到那股成熟女人身上的香水味 便忽然说了一句徐女士我能加你微信吗 徐珠似乎一眼就看破了我的心思 黑暗中我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 我有点想逃走 可徐珠温和地说了一句 要不上来做做 那天晚上我忐忑地去了她家顺便也加了微信 但我们什么事都没发生 正是因为什么都没做我回家后才心痒难耐 彻夜难眠总感觉有人在撩拨我 我觉得很刺激我人生中第一次对一个中年 女人产生这么强烈的依赖感 不曾想失眠到凌晨一点多 徐珠竟然主动联系了我 她说要请我吃饭感谢我把她送回家 我知道她跟我玩欲擒故纵 等到了周末我特意穿上最贵的衬衫 到了徐珠订好的饭店 却发现这里是个温泉酒店 徐珠那天开车过来 戴着墨镜气场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这一次她涂了大红色的口红 衬着她皮肤很白 衬衫领口解开两颗扣子 线条若蚁若现 人生中第一次跟50岁的女人约会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我俩在一楼饭厅找了个包间 徐珠点了一瓶红酒 她笑着说小张 我知道你酒量不错的陪我小酌一杯 只是我没想到一瓶红酒喝下去 我还没怎么样徐珠仿佛醉了 她放下高脚杯也面哭泣 我一时慌张不知如何安慰 伸手想要拍拍她的肩膀 却被她忽然攥住掌心 那一刻我心脏都要跳出来 后来徐珠告诉我 她前夫对她很不好 有一次徐珠急信蓝尾炎发作 给前夫打电话 对方推托自己再应酬没时间 让徐珠自己打车去医院 蓝尾炎手术后 徐珠拖着病体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儿子 可前夫喝得烂醉如泥 回家领子上蹭了口红印 就在这次的交谈 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事实 徐珠的身份其实是我领导的母亲 我可真够笨得第一次见面 我竟然没想到 我还以为是公司的某个大客户 徐珠一手创办了 我老板现在的这家公司 她一直隐忍到儿子长大了 才跟前夫离婚 好在儿子争气能力强 对自己也孝顺 几乎从没拒绝过徐珠的要求 后来她问我 你有喜欢的女孩子吗 我不好意思地挠头 母胎单身23年 徐珠冷了一下 然后笑了笑 原来你才23岁好年轻 那天徐珠喝多了吃完饭 我说送她回家 她睁着一双湿漉漉的眼睛 看着我说 这家饭店后面 是一家不错的温泉会所 我想去泡一泡行行酒 我总不好这个样子 回家会被家里的保姆笑话的 我与徐珠对视了一眼 立刻就懂了 我说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想泡温泉了 徐珠坐在池子里 她的腿很细很长 皮肤也很白 只是小腹稍微有些隆起 但总体来讲 身材还是不错的 身上的皮肤并不松弛 她笑着对我说 她喜欢上瑜伽课 也做无氧训练 但是生过孩子 就是跟少女没法比 我说您还很年轻 一点都不老 徐珠笑着看我伸手 摸过我的额头 动作自然到我都没反应过来 她说你出汗了 我帮你擦擦吧 很热嘛 她的手指便顺着我的额头 一路摸到嘴唇 然后延伸到脖梗和胸膛 那一瞬间 我整个人都是僵硬的 后来我和徐珠 就在温泉酒店住了一晚 那天晚上 我抱着徐珠很疯狂 我一点都不觉得他老 我甚至兴奋无比 他问我万一我俩的关系 被他儿子发现了 我打算怎么做 我说那我就辞职 黑夜中徐珠轻声笑了笑 他说别怕 如果你辞职了 我会给你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他还说你放心 我不会没事就缠着你 影响你工作 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只觉得很舒服 很畅快 带着点野蛮横生的刺激感 我决心跟徐珠在一起 但为了他为了我 我们都暂时不能光明正大的约会 他比我大27岁 这样的忘年恋 说出去只会引人不齿 但我能感受到 我很需要徐珠 他也很需要我 我们像两颗疯狂 失去理智的吸铁石 找到了彼此 然后紧紧相拥 恨不得每天见面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我的父母从老家来看我 顺便带来了一个姑娘 她是我父母 给我找的相亲对象 她叫黄熙 是个正直青春 一脸单纯的姑娘 可我对她毫无兴趣 黄熙与徐珠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女人 天壤之别 黄熙什么都不懂 她听说我在北京工作 便答应跟我父母来北京找我 我父母也不知道 答应了人家什么条件 总之黄熙看见我就一脸的娇羞 叫我张磊哥哥 我很头疼 有一次跟徐珠约会 我就把黄熙的事跟她说了 徐珠一点反应也没有淡定的 好像没这么回事 我有点急 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吃醋 徐珠反问我 为什么要吃醋 小张我已经五十岁了 你早晚是要娶别人的不是吗 我被她问住一句话 也说不上来 徐珠又说 等你结婚了 记得告诉我 咱俩就断了 我不想伤害一个无辜的姑娘 到时候我给你包个大红包 我听她这么说更来气 徐珠并没有因为我发脾气而生气 她反而搂着我的胳膊 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说下周她想出去旅游 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我说我会考虑考虑的 毕竟我父母现在就住在我家里 到晚回家后 我身上沾了酒气 黄熙凑过来帮我脱外套 还说帮我洗衣服 我拒绝了我有手有脚的 不用一个大姑娘伺候我 她长得挺漂亮的也没得罪我 但是我看到 她那副顺从的样子 我就烦躁 我说黄熙你别碰我 你爱干嘛干嘛 就是别碰我 黄熙休暖的低下头 被我说得眼泪汪汪的 她说她没想碰我 只是在家的时候 她的父母就时常教导她要听话 我更是烦躁的不行 我说黄熙你是你自己 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 什么叫听话 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 黄熙似懂非懂地看着我 嫩嫩地说我知道了 我这几天一直都在找工作 我叹了口气回了自己房间 我妈不停地给我洗脑 说黄熙是个没许过人家的好孩子 又听话又能干 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柔柔太阳穴 十分无语地说妈 我喜欢的女人 完全跟黄熙不是一种性格 我妈没当回事吃笑一声 咋地你还能喜欢个半 老徐娘啊 我立刻从床上坐起来 看着我妈的眼睛说 没错 我就是喜欢一个 比我大27岁的女人 可是很快她爆笑出声 儿子你不会看上一个 比你老妈还大的女人 开什么玩笑 晚上我给徐珠发信息 这个家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了 你要去哪旅行 我跟你一起 我请了一周年假 和徐珠去了海南 跟她在一起 我特别自在放松 我也曾讥笑自己 怎么会喜欢上一个 大自己27岁的女人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徐珠有她的优点 我俩在海南晒太阳的时候 偶尔会有客户 给我打电话咨询业务的问题 我被客户馋得头疼 脾气上来 还会跟客户对几句 徐珠比我有经验 她已经工作了半辈子 她在旁边指导我 该如何跟客户交流 如何从客户的旁敲侧机中 找出他们最终目的 如何与客户斡旋 争取利益最大化 我想这些都不是 黄西那样的女孩 能带给我的 我和徐珠出来玩的这几天 我俩的吃穿住行 都是AA制 她考虑我的面子和经济情况 坚持要跟我AA 而不是单方面让我付出 她的经济更独立 更自由 不像黄西住在我家 吃我家的 我越发地讨厌黄西 也越发地离不开徐珠 在海南度假的第三天 我正和徐珠在海滩上散步 黄西的电话 接二连三地打过来 她打了我就挂断 如此反复好多次 徐珠有些看不下去 说你接电话吧 我去别的地方转转 我黑着一张脸接了电话 黄西还没说话 我先吼道你有病啊 离了我你活不了是不是 黄西抽气的声音 从电话那边传过来 我瞬间火气小了一些 我甜甜嘴唇不好意思 我不该骂人 有什么事你说吧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煮面给你吃 黄西不这么说还好 一这么说我的火气 蹭得又冒了上来 我克制着 眉包粗口冷冷地说 黄西 你听好了我才二十三岁 我还不想结婚 我劝你别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 你去找别的男人吧 黄西沉默片刻 我以为她没什么想说的 就打算挂电话 可黄西忽然来了一句 我打电话想告诉你 我找到工作了 我在这城市没有认识的人 我只想跟你分享我的喜悦 她的话忽然让我很自责 一个小姑娘背井离乡的 也确实不容易 我随便敷衍她几句 便挂了电话寻找徐珠 她正在买烤鱿鱼 看见我打完电话 她拿着一根鱿鱼须 朝我挥挥手 笑容美好 又淡然 我忽然莫名地想 把她按在沙滩上 当晚我们抱在一起看电视 我问她徐珠 我觉得我爱上你了怎么办 徐珠一脸坏笑看着我 我不信张蕾 你才不会爱上我这样的老女人 我忽然认真起来 怎么不会 徐珠伸手将我皱起的眉头抚平 别这样张蕾 我们在一起之所以快乐 就是因为 我不要求你娶我 不要求你有房有车 甚至不要求你 必须只有我一个女人 感情如果太认真 就没意思了 我气笑了一把 掀开被子挠徐珠的痒 她穿着超短睡裙 露出一双诱人的大白腿 我直接压了上去 就在这时 忽然响起猛烈的杂门声 我和徐珠都吓得僵住 门被大力撞开 我老板带着一伙人 杀气腾腾地冲进来 看到我压在她老妈徐珠身上 她气得冲上来 狠狠扇了我俩耳光 张蕾你他妈的 往我那么器重你 你竟然睡了我老妈 领导急吼吼地 骂我身后的兄弟 把我按在床上 领导扬起巴掌 又是好几个耳光 抽在我脸上 看见她带人冲进来 我已经很猛了 再被她扇几个耳光 我更有点神志不清醒 徐珠这时候大吼一声 江凯你住手 领导不再打我 但她的手下 把我用绳子绑在凳子上 徐珠急了脸色通红 江凯你这样对张蕾 是不是要连你妈的脸 也一起打了 江凯气得清金抱起妈 你跟谁在一起不好 你非得跟我手下员工在一起 你才是真的打我脸 徐珠不让分毫 怎么你妈我年纪大了 五十岁了 就不配自由恋爱了 我已经充分考虑了你的面子 才没有公开 我和张蕾的关系 你要是我儿子 你就该明白 你妈我这一路 也是很不容易的 你爸当初怎么打我的 你知道 我想找个自己真心喜欢的 对我也好的男人有错吗 江凯被徐珠问得 耿住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只是气得喘粗气 双眼通红 快要一血 好妈你说吧 我和张蕾你选谁 江凯指着我的鼻子 徐珠软下脾气 眼泪刷得一下涌上来 儿子妈妈当然是选你了 但是张蕾对我来说 也很重要啊 你要是实在心火难消 你把他辞退也行 就是别打他了行吗 妈你心疼他 江凯气得吼到破音 徐珠点了点头 江凯骂了一句脏话 狠狠踹碎了床头柜子 然后回头瞪着我行 张蕾你小子有种 你以后休想在这行 混了混蛋吧你 还有你要是敢跟我妈玩 真的我特么把你咽了 说着江凯又狠狠踹了我几脚 带着手下的人愤怒离去 我心想还好徐珠 震得住江凯 江凯也算顾及他妈 要不然我今天非被大谢 八块不可 徐珠过来帮我解开绳子 他抱着我 一个劲儿问我伤了没有 我将他的头 按在怀里安抚他的情绪 他问我刚才有没有吓坏 我说是有点害怕的 后来就不怕了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既然选择跟你在一起 比这更坏的结果 我都想过 既然丢了工作 我索性陪着徐珠 在海南又休息了一周 才回家 只是让我想不到的是 我家书房 竟然被黄熙改造成了 一间直播间 我有点生气 问我爸妈黄熙 这是要干什么 我爸妈却十分坦然地说 做主播啊主播 黄熙他那 文文静静的样子 做主播 还真别说 柔光灯打在他脸上 衬托他五官分外好看 一双眼睛水灵灵的 我看得有些呆滞 这还是我印象中 那个唯唯诺诺的黄熙吗 黄熙看我回来 有点不好意思的 掖了掖头发 然后继续跟观众互动 我冷笑一声 没干扰他工作 出去跟我妈做饭 做饭的功夫 我跟他们老两口坦白 我被开除了 可让我大跌眼镜的是 他俩只是迟疑了一下 立刻就接受了这个现实 我又重复了一遍 妈 我没开玩笑 我真的被开除了 但我保证明天就去找工作 我妈笑呵呵的成饭 没事的儿子 以后咱们家 谁挣钱养家还不一定呢 我听得一头雾水 这时候我爸过来端菜 说黄熙找了个主播的工作 一个月底薪五千 但只要他卖得出去化妆品 他能拿到不少提成吗 到时候儿子你不上班都行 我妈也乐不可知的说 真的 儿子 你看我和你爸 给你找的儿媳妇多好 能干又漂亮 我冷笑着拿了四双筷子 妈 你儿子还不至于让女人养好吧 再说了 我不喜欢黄熙 我不娶她 你这孩子 我妈气得拿筷子打我头 这么好看的女人 你在大街上见过几个 我没吭声 黄熙好看是好看 但我一点没有结婚的念头 妈 你别劝我了 我年纪轻轻的要以失业为重 我妈我爸在唠叨我什么 我就都没听进去 等黄熙直播带会完了以后 已经十二点多了 我爸妈睡着了 只有我还在等她 她看见我坐在沙发上 直勾勾看着她 脸色一红 不好意思 把你的书房改装了 我冷笑 黄熙 你倒是挺有能耐的 把我爸妈哄得一愣一愣的 什么做主播 什么赚大钱 谁给你的胆子 回来给我爸妈洗脑 我没有 我没骗人 黄熙被我说的脸更红了 匆忙拿手机给我看 你看这是我和老板的聊天记录 他们说我长得好看 声音好听 虽然没有学历 但是破格录用了我 还给我预制了一个月的薪水 说完 在我审视的目光中 黄熙又翻出银行卡记录给我看 这是我新办的工资卡 你看里面有五千块底薪 我狐疑的看着黄熙 他见我还是没相信 红着脸说 我人都跟你父母过来了 我还能骗你吗 我忽然心脏一抖 黄熙的话像颗小石子砸在我心里 我忽然意识到眼前的姑娘 好像真的认准了我 我虽然有些感动 但还是跟黄熙说 我不会对你负责的 没想到黄熙今晚再次震惊了我 他竟然当着我的面把衣服脱了 露出他鲜瘦的肩膀 黄熙 你别这样 我蹭的站起来 想躲开他 可是他满眼淒楚的看着我 张磊 你就那么看不起我吗 哪怕我头怀送抱你都不要 我其实已经有了点反应 但是想到徐珠 我生生克制了自己的冲动 我没管黄熙 光当一声把门关上并反锁 我心想第二天一定要把黄熙送走 他爱上哪上哪 反正别在我家待着 可第二天我早早起床 黄熙却不在家 我父母也都不在家 这三个人像是合计好了似的躲着我 我气得拴门而出 去找徐珠 我们约定在一家高级酒店见面 接下来的事情不言而喻 别看他五十了 但他总能给我新鲜感 这份愉悦是任何人都没带给过我的 我亲吻他 我说徐珠你真是不安分的女人 没想到第一次见面你就用脚勾我 徐珠 你外面有没有别的男人 徐珠被我挠得咯咯笑 他说你别闹了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我一听 立刻停手 瞪着眼睛看他 不是吧 还真有 徐珠打了我一下 怎么会 张磊 你这么不自信吗 我哼了一声 在你面前 我还真有点自信不起来 徐珠笑得前仰后合 说你那里能自信起来就行 我俩从下午一直玩到晚上 后来徐珠的儿子 也就是我前老板江凯 不停地给徐珠打电话 让他早点回家 徐珠不得不提前离开 我顿时觉得兴未索然 只好往家走 想着晚上修改一下简历 开始找工作 就在我快要回家的时候 黄熙忽然给我打电话 我烦躁地挂断 黄熙立刻又打了过来 我看着屏幕上的手机号 忽然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甜甜嘴唇接了起来 电话那边传来黄熙小儿急促的声音 张磊 你救救我 我被人跟踪了 我心脏提起来 跟黄熙说 你往人多的地方走 然后给我发个位置共享 我立刻去找你 黄熙低声摁着 却没挂电话 给我在微信上发了个定位 我一看离我不远 就立刻打车过去 刚坐上车 我就听电话里传来黄熙惊慌的呼救声 救命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不由得有些慌张 我让司机开快一点 我要去救人 司机这时候也听到了我电话里 传来黄熙慌张的声音 他脸色一惊 立刻将车子加速 我感到黄熙给我发的位置 是一个窄像 黄熙被一个男人挤在角落里 我一眼就看到黄熙赤裸的肩膀 心中的怒火腾腾燃烧 我大吼一声 随手拎着一个棒子冲过去 那男人吓得拔腿就跑 很快就消失了 我追赶不上 但是还好保住了黄熙 路灯本就昏暗 这边又坏了一个光线灰尘尘的 是个违法犯罪的好场所 周围空无一人 黄熙扎进我胸膛里 哭得浑身发抖 我之前虽然很讨厌他 但是看他吓成这样子 愿没躲开 愿由黄熙抱着 他哭着对我说 还好你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管我了 我忽然想起自己多次不接黄熙的电话 又想起他曾说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只认识我一个人 我忽然满心的自责 没事了 我们回家吧 我安慰地拍拍黄熙的肩膀 他的衣服被扯破了 我不小心碰到他的皮肤 心中的无名邪火再次翻滚上涌 我赶紧把自己的外套脱了 披在他身上 带着他回了家 回家后黄熙去洗澡 我则站在阳台上抽了好几根烟 缓解我体内躁动的热血 我问自己 真的要跟黄熙结婚吗 他确实长得好看 对我百依百顺 可我不想早早地结婚 现在的社会 女人不想结婚生孩子 作为男人也未必想 太多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 拿什么养老婆孩子 我现在还是个午夜青年 以后的每个情人节 圣诞节 纪念日等等 想想要送对方什么礼物 就够我头疼 黄熙洗完了澡 头发湿漉漉的披在肩膀上 我以着阳台的栏杆 看得有些出神 他裹着浴巾 露出一双洁白纤细的腿 递给我一杯水说 渴了吧 喝点水 黄熙这样的女人 站在面前还要坐怀不乱 我能不渴吗 我喝光了那一瓶水 却没想到黄熙对着杯水动了手脚 那天晚上我早早睡去 就是为了避开黄熙 然而我被热醒 感觉身体极其亢奋 我掀开被子看了眼自己 骂了句脏话 心想我不应该是这个反应啊 忽然房门被推开 黑暗中我只看到一片雪白 我疑惑地打开床头灯 黄熙站在我面前 那一刻 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 肾上腺素飙升 我忽然明白了 黄熙在我喝的水里 加了让我兴奋的东西 我就这么被设计了 他极力地配合我 讨好我 等我们结束了 黄熙穿好衣服 红着脸从门后拿出一台摄像机 他说 张磊 刚才咱俩发生的事情 我都录下来了 对不起 是我设计的你 但我不后悔 我只是想尽快跟你结婚 我定在原地 大脑一片空白 我竟然中了黄熙的圈套 我从没把他放在眼里 没想到他这么有心机 他看我生气 声音颤抖地说 这件事我会跟你父母说的 我只是希望他们能站在我这边 帮我劝劝你 对不起张磊 你 你别怪我 我哪会善罢甘休 我立刻跳下床去抓摄像机 可黄熙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他看我下床立刻跑回房间 碰得一声锁上门 你他们把视频删了 我气得轻轻爆起 脑袋嗡嗡响 黄熙隔着门 带着哭腔说 你答应取我我就删 我狠狠踹了两脚门板 大骂黄熙不要脸 他一声不吭 任由我骂 就是不出来 后来黄熙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 我妈气得喷了我一脸吐沫星子 张磊 你既然把人家睡了 你就得负责 你宁愿跟一个老女人在一起 也不要黄熙这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我把你养这么大 不是为了让你被有钱的女人包养的 你太给我丢人了 原来她以为我是被徐珠包养的情人 我冷笑一声 我说 我和徐珠是正常的恋爱关系 我们不存在包养的问题 我妈根本不信 她只皱得鼻子骂我 这话说出去 但凡有一个人能信我把脑袋摘下来 给你荡球踢 我没吭声 我也知道我和徐珠的关系 根本是不被世俗所理解的 我妈狠狠地掐着我胳膊 你现在就跟那个有钱老女人断了关系 娶黄熙 我抹了一把脸 冷静下来 妈 你怎么知道我跟徐珠在一起 谁告诉你的 黄熙 我妈顿时语色 像在原地半天没说出一个字 我恨铁不成钢地说 妈你知不知道黄熙设计了我和她发生关系 是她先算计我的 我妈耿着脖子 那我不管 你确实碰了人家黄熙了 这是最终结果 只要你碰了 你就得负责 我感觉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 从小我妈就尊重我的意愿 这回却逼着我非黄熙不娶 我拉着我妈到隔壁锁上房门 我问她 你和我爸是不是得罪黄熙她家人了 干什么非要让我娶她 她刚来北京就找了个女主播的工作 又调查到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还豁出去与我发生关系 以此来威胁我 她可不是表面上装得那么单纯 我妈听我这么说 嘴一扁 哭了出来 满脸的褶子皱成一团 我没安慰她 因为这时候我安慰她 她肯定借破下驴 看我心软就让我娶黄熙 我妈看我半天没吭声 便擦了眼泪说道 你爸爸欠了人家老黄家五十万 人家追债追到家里 说不还钱就把你爸爸腿打折 我又气又惊 我爸平时不抽烟不喝酒的 怎么会欠人那么多钱 我妈这才说 我爸前几年学会了跟人家赌钱 上了瘾 刚开始赌钱的时候挣了点钱 我妈就没管我爸 却没想到后来说的越来越多 把家里的积蓄都赔光了 五十万是彻底还不上了 我气得在房间里踱步 好 既然这事是你和我爸闹出来的 我是你们的儿子 我帮你们还钱 可是 债主哪有把自己女儿 许配给欠占人的道理 这不是更亏本吗 我妈哭丧着脸 表情更加绝望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是妈妈爸爸对不起你 黄熙她 她什么 我着急地逼问 她不能生育 所以在老家没人要她 她爸说 要是你娶了她 五十万就不用还了 我听了这话 犹如被五雷轰底 从头皮一直凉到脚底板 半天 我冷笑出声 妈 你和我爸 真是拿你儿子的 下半辈子幸福当儿戏 我妈忽然嚎啕大哭起来 垂胸顿足地说 黄熙说她从小就喜欢你 我一心软就答应了 妈也是没办法了 家里能卖的东西 都卖了还债了 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你爸爸的腿 被人砍了吧 我气得全身颤抖 罗门而出 一打开门 就看见黄熙趴在门边偷听 见我出来 吓得她脸色发白 我真想仰手扇她一巴掌 可是我克制住了 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离开家去找徐珠 我的人生就是个笑话 而摆布我的人 尽是我的父母 我约了徐珠出来 什么都没说 就先开了个终点房 一个多小时后 我和徐珠才平静下来 她让我躺在她的大腿上 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将脸深深地 埋在徐珠的腿上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全跟徐珠说了 听了我的事情 我俩背对背坐在床上 半天没说话 抽了一屋子的烟 半晌 徐珠告诉我 她怀孕了 孩子是我的 我震惊地看着徐珠 她50岁了 怎么会怀孕 这不可能 我蹭得站起来 更大双眼 就是因为她年纪大 所以我为所欲为 从来不做任何措施 她也不让我做措施 说不舒服 我万万没想到 徐珠会怀孕 她将怀孕去诊单地给我 上面显示怀孕一个月 她似乎一眼就洞察了我的心思 她说 我知道你怀疑这孩子不是你的 你放心 我保证孩子就是你的 除了你 我没有别的男人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或者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现在就去留掉 我看着徐珠 她说得很坦然 半点没有掩饰和心虚的样子 我将她抱在怀里 又兴奋又惶恐 说实话 我有点难以接受 自己23岁就要为人父的事实 可我不能让徐珠把孩子打掉 这样太伤身体 徐珠摸摸我的头发 说张磊 你先别想以后的事 我50岁了 是高龄产妇 这个孩子我未必保得住 我张着嘴 想说的话太多 但到了嘴边 却一个字都说不上来 口腔里溢满了苦涩 回家后 家里只剩下黄西 我懒得看她一眼 她却站在我面前道歉 对不起张磊 我知道我那天的做法很恶劣 但我真的喜欢你 我冷笑着打断黄西 这么虚伪的话 你留着说给我妈听吧 她是你忠实的听众 说完 我转身就要回房间 黄西忽然从身后抱住我 我厌恶的怒吼一声 松手 黄西在我背后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错了张磊 我答应你把视频删了好不好 你原谅我吧 是我一时糊涂 黄西 你的眼睛我已经看够了 那天尾随你的男人 是你找的演员吧 你俩配合着给我演了一出戏 就是为了让我对你产生怜悯 我说的对吗 黄西全身一僵 我趁机掰开她的双手 把她推了出去 她流着眼泪问我 你怎么知道的 那天回家路上 我说我要报警 你却拦着我 说你害怕 不想把事情闹大 我当时没多想 以为你女孩子 顾全自己的明节 所以没报警 但是后来 你主动勾引我 我就知道 你不是在乎明节的女人 这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 结合起来 我就猜到那个男人 是你找来配合你演戏的 黄西咬着嘴唇 低下头 羞愧不已 黄西 你虽然不能生育 但你长得好看 估计喜欢你的男生也不少 你干嘛非要跟我在一起 黄西眼神坚定地看着我 我真的只喜欢你一个人 我冷笑着 呸了一声 他苦笑着说 小时候一个特别冷的冬天 我掉进河里 是你把你捞上来的 你记得吗 我眼珠一转 好像是有点印象 但我完全不记得 黄西这好人 我就是那次 在冰里冻得太久 才导致我不能生育 黄西如是重复地叹口气 张磊 这几天我认真思考过了 我觉得你是真的很讨厌我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娶我 我不想强迫你了 接着 黄西拿出摄像机 当着我的面 把那天录的视频删了 张磊 你能原谅我吗 黄西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忌惮 我只觉得胸腔积满了烦躁 我很想一巴掌抡过去 但我怎么能打女人呢 我只狠狠地对黄西说了一个字 滚 徐珠最近没有找我 黄西不再烦我 我很快找到了工作 只是让我想不到的是 江凯主动给我打电话 我以为他要找人揍我 但我还是去了 却没想到江凯将一份合约 放在我面前 饭店包间里很安静 我看着桌上江凯递给我的合约 上面写着 如果我愿意入赘到江家 就给我办理北京户口 江凯是北京人 这个我早知道 可我毫不心动 我问他 徐珠知道这件事吗 江凯的脸色很黑 他不屑地看着我 雨掉阴冷 我妈这几天病了 一直发高烧 我把他送到医院才知道 他怀孕了 张磊 你他妈的可以啊 把我妈肚子都搞大了 我张张嘴 想说抱歉 但还是没说出口 江凯骂骂咧咧的又说了我几句 然后回归正题 我不想让他流产 他五十岁了 不抗躁 你张磊王八蛋不心疼我妈 我心疼 我立刻扬声道 我没有不心疼他 我们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我和徐珠商量过了 孩子生下来我养 你养 哈哈哈哈 你他妈的拿什么养 你找到工作才一周 一个月工资七千块 在北京这种地方 你什么都不是 江凯的话说的难听 但却是事实 我在北京一个月房租三千五 除了房租 我还要养自己 养父母 养黄西 以及将来还有个孩子 我被江凯说的有些无地自容 他又说 我妈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我不想让他造人非议 你答应入坠我们江家 改姓江 我就给你办户口 我还帮你养儿子 但只要我妈去世 你他们立刻滚出我们江家 我抬起头 眼神凉薄的看着江凯 他以为以北京户口为诱饵 我就会屈服 可我拒绝了江凯的眼里 满是不可思议 我说 跟北京人结婚 确实可以拿到北京户口 但那也得是坚持 十几年的婚姻才能拿到 跟卖身有什么区别 有些人为了北京户口 也许做得出入坠的事情 但我张伟做不到 江凯狠狠地瞪着我 我又说 我和徐柱在一起 根本不是奔着北京户口去的 就算你拿出更优渥的条件 我也不会心动 入坠的事情 你想都别想 出了饭店 我觉得很轻松 轻松地就要飘起来 回头我看到江凯 开着他的特斯拉扬长而去 我冷笑一声 还敢买特斯拉 回家的路上 我问自己 放弃北京户口是什么感觉 今天说出来的话 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 北京户口比绿卡还难办 我一个外地人 能有北京户口 会羡慕死其他外地人 但是入坠 我绝对不答应 万一我真的入坠改姓江 徐柱会看不起我 指不定到时候 我不仅要给徐柱洗脚 还得给江凯洗脚 甚至给江凯的儿子洗脚 这种事 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既然拒绝了江凯开出的条件 我就要考虑现实问题了 现在的我养不起一个孩子 我甚至养不起自己 我坐在沙发上 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 思考着接下来的路 该如何走下去 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一个月后 徐柱给我打了电话 说孩子没了 我急急忙忙赶到医院 江凯和徐柱其他的家人都在 徐柱躺在病床上 瘦了一大圈 脸色苍白 肚子平坦 我正正地看着他 来得及说出一个字 江凯冲上来狠狠给了我一拳 徐柱躺在病床上无法阻止 我被江凯拖出去 按在角落里 暴雨般的拳头砸在我身上 他说 以前徐柱跟我在一起 他顾及徐柱没找人打我 后来徐柱怀孕 为了保胎 江凯再次选择了婴人 可这一次 徐柱因为年纪太大 实在保不住孩子 最后流产 江凯忍不可忍 徐柱的一切遭遇都跟我有关 都是因为我 徐柱才会遭这些罪 我没做反抗 江凯打我打的手背出血 才停手 叫我滚 我一拳一拐地回家 满脸是血 黄熙正在厨房做饭 看我这服模样 吓得他尖叫 忙问我怎么了 我没说话 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将脸埋进场心 整个人昏昏沉沉 无法思考 黄熙急忙拿出药箱 给我伤口消毒 包扎 我一声不吭 任由黄熙摆弄我 我知道 这一次 我和徐柱的关系彻底断了 后来我再想去看徐柱 徐柱的电话也被江凯没收了 我给他打电话都是江凯接的 他骂我是畜生 然后把我的电话号码拉黑 我担心徐柱的身体情况 给他发微信 还是江凯回复我 他说以后 你都别想见我妈了 我要把他送出国 张磊 咱俩的事还没完 你给老子等着 自那以后 我就再没见过徐柱 我担心他担心的彻夜无眠 我很想知道他好不好 只要他好 我也能稍微安心一些 可徐柱就这样 彻彻底底消失在我的世界 仿佛从未存在过 一年后 我收到一封信 竟然是徐柱寄来的 信中说到 他流产后得了抑郁症 江凯便把他送到国外 一边治疗一边散心 如今他已经找到一位外国人 两人相恋半年 准备结婚 徐柱告诉我 张磊 我很好 希望你也能重新生活 幸福快乐 我们之间的感情 已经圆满地画了句号 你不必感到愧疚自责 这只是你请我愿 共同走过的一段旅程 但希望你忘了我 我也会忘了你 再见 信封里还加了一张照片 我看着照片上的徐柱 忽然泪水模糊了视线 一时间百感交集 他轻瘦了很多 皮肤也松弛了 但他一双眼睛依然灵动 他的身边 站着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男人 比徐柱高很多 典型欧洲人身材 十天后 也就是5月21号 正好是周一 我洗了个澡 换上一身新衣服 跟黄西领了症 我放下了徐柱 放下了我们之间的故事 我以为我会这样安稳地生活下去 却没想到江凯在我疏于防范的时候 给了我沉痛的打击 徐柱已经在国外再婚了 我也和黄西结婚了 我的工作很稳定 老板有意提拔我 就在这时 部门领导接到匿名举报信 说我勾引有夫之妇 行为不检点 这件事就像一颗炸弹 将我平静的生活炸得千疮百孔 原来江凯曾经没收徐柱手机的时候 收集了我和徐柱开房的记录 还有我们一起拍过的照片 江凯之所以迟迟没有举报我 就是等我放下戒备心理 等徐柱再婚 做事有夫之妇的事实 而徐柱身在国外 不会被国内的事情干扰 甚至他知不知道这件事多未可知 我因此不仅没有升职 反而被降职 一夜回到解放前 从最小的职位做起 公司里从前巴结我 等着我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那些人 忽然对我嗤之以鼻 当着领导的面对我15喝溜 把我贬得一文不值 曾经跟我不熟的人也都在看我笑话 后来这件事传得越来越邪乎 有人说我半夜三点给女下属发微信布置工作 如果女下属没有及时回复我 就会被我钱规则 还有人说我就是想勾搭有钱老女人 少奋斗十年 甚至有人把我的事情编排成短视频段子 发到抖音 暗磋磋骂我是吃软饭的小白脸 说我每天晚上直播 都有年过半百的老女人给我打赏 总之骂我骂的没有下线 黄熙干着直播带货的工作干得好好的 跟那些谣言扒杆子打不着 可我同事传谣说 黄熙为了求打赏陪富二代睡觉 给我扣了绿帽子才导致我心里变态 喜欢上有夫之妇 重重传闻让我的生活不胜其扰 这公司根本待不下去 我没办法做人了 江凯啊江凯 你报复的手段果然够狠 后来领导找我谈话 说张磊你主动辞职吧 这样面子上好看一点 而且为了公司的利益和颜面 就算我不走 他们也会撵我走 到时候大家都难看 我打算带着黄熙离开了北京这座灰红又冷漠的城市 大城市的故事永远留在了大城市 我想回到老家 跟黄熙过平淡的生活 后来赶上五一长假 我便辞职带着老婆和父母出去玩了一圈散散心 后来我回到老家 开始创业 经过了不少磨练和挫折 好在三年后事业小油起色 如今的我 生活安稳幸福 在老家买了个一百平米的房子 羊羊小猫小狗 黄熙从给别人直播带货赚打工钱 变成了给我直播带货做老板娘 现在正是网红遍地生长的年代 网络通讯如此发达 什么东西都能在直播间里卖 我和黄熙肯吃苦 所以业绩越来越好 我和徐珠的事 我们心照不宣都再也没提过 年少不知深浅 不懂社会人心 有些事做过了就要承担后果 我认 江凯要让我付出代价 我也毫无怨言 男人不经历点是怎么成长 人都是这么一步步过来的 我并不为我做过的事感到羞耻 但我会为我做过的事负责 男人不能辜负别人 更不能辜负自己 生活还在继续 全文完